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把这个小说改变成电影的话 在现在的这些明星类型当中 你认为哪一个类型或者类似谁那个样子 是可以演一言的 一言我会觉得 类似于 想一想 类似于 像以前像一叶的 像以前我会觉得老漫写很严 对对对 然后老刀 老刀的话 其实前两天我看那个美工河的时候 我会觉得张寒宇其实 张寒宇 对对对 对对对 老葛 就是那个从下次的奋斗上去的那个老葛 我就跟观众回忆一下 这个就更加想想想不出来 岁数稍微大一点 对对 也许孙鸿围 孙鸿围 孙鸿围 好可 但是这些问题其实不要问我 这个 聊点轻松的话 就是这个 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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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吴文 应该选一个 让大家不是特别容易记住他的长相 是一个 但是 是一个看上去很好 很得体 很雅的一个人 但是很容易被大家放掉 那种 不能是特别明显的 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吗 这边 嗯 还有那个男主角 就是一言的那对 一言的那个 就是 很爱一言的那个 秦天 对对对 这个可能 找一个 比较年轻一点的男人 但是其实 这可能就有 现在所谓的那些小鲜肉的地方 对对 但是我现在也是问好身体的 这个 这个工作人员 实际上的工作人员 你们对这些 年轻的男人比较熟悉的 可不可以给我们几个人选 让好几方选一下 小山肉的话 像李一峰啊 陆寒啊 然后还有 陈若轩 然后还有 杨阳 对杨阳 是比较 嗯 我大概 我都知道他们的 很像哦 但是我都没怎么看 他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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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